截至目前为止还是台风的季节 也因此让防汛的工程 在地方上是格外受到重视了 为了避免地方造成水患 桥头区的中崎桥决定要进行改建了 目的是要来改善点宝溪的水患 而市府提拨经费决定动工 整个动土典礼在26号进行 悬定良城及时 桥头区中崎桥改建工程动土 第一产开地平安 鉴于民国59年的中崎桥 位于高34线上 是桥头及子关地区 通往燕巢田辽的重要道路 由于通红断面不足 桥墩裸露 常成为点宝溪排水瓶颈 市府编列约6200万元经费的改建工程 渴望大幅改善 把整个中崎桥重新改建 它的这个桥梁透宽提高 对于未来所有的这个洪水排红量 这个会增加 我感觉这个这样起来 整个这个所在交通 包括改冠淫水的问题 工程预定在明年的10月份完工 借此改善点宝溪的水患 改建后除了交通更顺畅外 讯期来临时也能让居民的生活更安心 港独新闻综合报导